那我們就是把那個VBA給做出來 輸出的話是輸出到這個H欄 所以呢我們直接就是在這邊撰寫 這個模組裡面寫年齡好了 for i 等於15到19列 15到19 然後呢這個後面的部分的話就是把公式貼過來 OK 貼到哪裡呢?貼到雙引號裡面 但是記得兩件事 記得第一個如果你的公式裡面 假如是有雙引號部分的話像這個 就要變成兩個雙引號 所以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取代的 所以這個假設我要把這個做成VBA 那為什麼不直接拿VBA裡面的函數取代DATIVE 主要是因為VBA裡面沒有完全可以取代DATIVE的函數 有類似的但是沒那麼好用 OK 所以第一件是假設你要放公式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這個還蠻重要的 請你找到那個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記事本 貼上去之後的話 再利用取代功能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一個雙引號取代成兩個雙引號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我輸出的是15列 所以你會看15 那這個15的話要變I 變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一樣齁 就是把AND前後空白 那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直接怎麼樣 其實可以把那個B15取代成這個 所以Ctrl-C,Ctrl-H 然後把這個公式B一直到後面雙引號 複製貼到這邊來 那再確認一下 因為一定是前後都有雙引號 前後都有AND的符號 那中間就多一個I 全部取代 那最後的話 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貼到什麼呢 貼到我們的 VBA裡面的這個地方 OK 把它直接貼上 在這邊取笑一下 不然點不過來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記得喔 原來是雙引號 貼上之後的話 那就完成我們這個輸出的這個VBA OK 所以呢我直接在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 就全部完成了 那不過背後其實也是輸出公式 那你想說呢 這個地方能不能改成用VBA裡面的日期函數 其實應該也可以啦 只是說規則又不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Dedif部分 然後剛剛有 那再來就是E-Day E-Day的話呢這邊是 主要呢就是算相差幾天 所以E-Day 跟你講相差幾個月 不是相差幾個月 也就是說它只能針對 月份的部分 比如說相差三個月 這一天 這三個月之後應該是哪一 三個月 後三個月就三個月之後 那 這個是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天 當天的日期 所以假設 當天是這一天 等於這一天 然後呢 三個月之後的話 那我們其實 這個地方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E-Day 插入函數 找到E-Day 那哪一天 這一天 相差幾個月呢 三個月 按確定 就馬上幫你算出來 如果說呢 假如沒有E-Day的話 你要自己算月份還是麻煩 那 前三個月的話呢 那一樣 把公司再貼一下 我應該 把這個 這個公司 向下填滿一下 後三個月的話 那就是 公司的部分的話 就是哪一天 這個 跟這個應該是 改成奧運當A 這應該是C3才對 所以要不就是 鎖一下 然後 三的話呢 是 後三個月 所以要前三個月的話 那就是負的 打勾 OK 5月16號 那為什麼要知道E-Day 其實如果你知道E-Day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第一個 每個月第一天的話 那就等於 你知道嗎 跟這樣 應該是插入一個函數 叫E-Day 這一天 開始 相差一個月 OK 按確定 2月1號 那項又填滿的話呢 又跟前面相差一個月 寬度不足 可以點一下這個 快點兩項 OK 3月1號 4月1號 5月1號 6月1號 好 第一步完成 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來的話呢 每個月 怎麼樣加那個 正確的 這個 天數 OK 不會說 我這個月 多的我就跑到下個月去 沒有啦 所以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那個 DATIVE的VBA 跟那個E-Day函數 好